所以怎么做 一切到Vito Basic这边来 二的话以后后面这部分一定要用呼叫的 call 筛选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这个也许我先把它恢复好了 我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我这边先不要做 我刚刚这个是已经做出来 我把它恢复成什么 筛选那个业务的状态 OK 比如说我现在筛选业务 另外我要把筛选业务变成跟其他共用 这个这个跟客户名称 怎么做呢 一 我先把这个 先delete 掉 他筛选才是共用的 二的话你要找出刚刚有哪些是被共用的 第一个参数是要传名称 所以我这边给他一个名称 也叫名称 名称第二个的话就是哪一栏 有没有这个Fill的这个 Fill的这个后面 这个 这个Fill的 Autofilter的后面这个数字 那我也可以用传的 这个要叫什么名称 我不知道叫什么比较好 我自己取一个名称 把它叫栏数 哪一栏的数字 叫栏数 不过有同学就一直没办法理解 如果你可以改名称没关系 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 那顶多是说因为 还有个问题说 那到底你名称要给我什么形态 后面你可以加一个 我在我云端上面是有加一个SStream 这个SStream 你可以加可不加 那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你要提示让使用者知道说 你要传给我的是一个字串 所以一定要前后加双以后 然后那个栏数的话后面呢 你要给我一个数字 所以数字的话是int 整数 所以你这边后面可以跟他讲说 你要给我一个整数 那当然这个S什么 你不加也没有关系啦 只是说加了 对于将来你要被呼叫的时候 会比较清楚 好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改 那改了之后就讲 这个业务这两个字 将来就是从这边丢过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什么 剖开 有点像放个变数 从那边传过来 然后把参数丢在这个中间 跟那个之前放i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i怎么放呢 双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本来放了i 这边我们放什么 放那个名称这个两个字 这边加空白 意思就是说他传给你名称 这个名称再把它放进来 再跟这一串 串在一起 所以如果传业务 他就是请输入业务名称 应该懂的意思 然后这个蓝数的话 就把它放哪里 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放到这边 本来三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不需要做 好像字串这么麻烦 要双引号endend不用 直接放就可以了 好 恭喜你 做完毕了 所以应该可以看懂我改了什么 其实没改几个地方 只是观念上要知道 本来叫筛选业务 那把这个筛选业务 后面刮壶就是 里面有放东西是要传递参数的 ok 然后传过来 两个东西嘛 接下来呢 我要